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财经起床 浩金新闻正常我是陈凤馨 每个礼拜五台北股市盘检解析 在我们现场的是综艺财富分析师 曾为太也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好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 昨天台北股市的表现 其实都比较都很强势 开高走高 就收盘的时候呢 台北股市上涨了79.67点 收盘指数15849点 涨幅0.51% 成交金额1841亿元 OTC呢也恢复了上涨 上涨了1.85点 收盘指数是212.15点 涨幅0.88% 成交金额是731亿元 好那么这边请教一下维太 因为昨天外资呢 还是持续买超了100超过100亿元 反而是投信 当然我觉得他有祭底结账了 那但是幅度并不大 再加上自营商的买超超过20亿元 所以整体买超呢 那么三大法人买超了130亿元 台北股市昨天站在所有均线之上 那今天呢收日线周线月线 季线应该都可以收红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如何的看待今天以及连续清明假期之后的台北股市 好的 风行早安 大家早安 的确最近我们看到在外资的部分 的确是比一般的内资来的还要更为的一个积极 昨天其实外资就买超105亿 那当然了 其实在集中市场跟店头市场 都有类似的一个情况发生 那总计呢 这个礼拜大概也是买了将近有200多亿了 所以其实在整个这个目前市场上面的氛围上来讲 似乎外资比较没有担心所谓的清明变盘 对 他们不过清明节 对对对 好 但是其实在在一般的这个国内投资 其实现在都一直有在问这个问题 包括我自己的学生 对我一直在问这个问题 我说根据我们过去的统计的一个经验 这个清明节变盘或者节气变盘这件事情 通常几率不到50% 但是因为会变盘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这一次的廉价 实在是太长了 对 对 大家会担心的事情是 我们这个休市三天休假五天 所以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导致大家在现在看起来相对的比较保守 而未必是因为节气的一个关系 所以其实在最基本可以观察到 除了外资比较积极掉就买钞之外 投信基本上是逢高站在调节的一方 再像刚刚凤几所说的 它并不是往下卖 它们就是调节 那可能也就是因为 之后的廉价有连续三天是休市的一个情况 好 那观估局这样的部分也在去做一个调节 好 那甚至呢 除了昨天之外的这个礼拜的其他交易日 融资的部分也在做调节 好 除了融资以为是稍微有点小小增加 但增加幅度不多 现在还是在1700亿左右而已 并没有特别的一个多 所以其实在目前的确是看得到 就是大家对于接下来的廉价 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三天的一个休市 大家会比较有点就比较小心一点点 但是如果说以目前外资的这样子买钞的情况来看 那如果说廉价期间 美国股市或欧洲股市风平浪静 那很可能在廉价之后啊 这个买盘就会陆陆续续的去做一个归对了 你说那一次的买盘 对那一次买盘就会做归对 所以我认为说在接下来的一个这个行情来看 我到今天为止 我还是比较倾向于说就是一个相形整理 跟我们上个礼拜的一个看法是一样的 那原因就是因为呢 刚刚那个凤熙有提到成交量的部分 所以成交量是呈现的就是 稍微再略略说一点点来到1800多亿的一个水准 那如果说今天还是没有办法放出来的话 那我认为说其实大家就等清明点下之后再说吧 嗯 OK毕竟我觉得三天的这个修饰啊 其实也不能够说完全没有风险 好那另外一部分来讲就是说 从盘面上面来看 其实在先前的强势的原主流的部分 其实最近都有看到有弱势的一个表现 包括像是呃餐饮相关 昨天的一个八方云集 那就呃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拉回 甚至有看到跌停板的一个走势 但如果说仔细去看 其实餐饮相关的个股 不只仅是八方云集 像之前的包括像是 85度C美食KY 或者其他的一些食品餐饮股的部分 都是呈现了一个拉回的一个走势 大家跟着董娘嘛 是 所以呢在呃餐饮或者是这个饭店这部分啊 最近的一个走势相对比较疲弱 我这个是一个必须要值得去做留意的一个事情 那除了这个饭店观光之外 之前大家比较热络的 例如说像军工相关的一个个股 最近的一个股价也是在高档震荡的蛮激烈的 例如说像雷虎 他呃在这个礼拜我们看到27号 也就是礼拜一还一度攻到涨停板 但是在礼拜二就是达到跌停板 一天涨停一天跌停 然后再来隔天又是留下很明显的一个下影线 这是这种高档震荡 而且不只是他包括像其他的 这些所谓的军工相关的一个个股 包括像是这个八贯或者是宝衣 或者是像是金刚 这些不管是有有有业绩 或是只是题材的这些的一个族群 最近他们在高档震荡都是相对比较大的 所以我认为说这边的确有一些 就是车马松动的一个考虑 所以这边来讲 我觉得这边主流相对比较熄火情况之下 必须要有新的主流进场去做个接棒 那目前其实我目前看到 在电子族群里面不是特别的明显 那除了我们之前讲到的包括像是 2356的银叶达还在创高之外 3231的伟创还在创高之外 然后像是2382的一个广达还在创高之外 基本上电子族群 如果说以半导体族群来看的话 有点点就是不如预期 大家其实最期待是半导体能够上涨 可是半导体这次的指标股 包括像是台积电 甚至包括像是联电 包括像是联发科 在过去这一两个礼拜 基本上股价相对比较 比较持平 并没有说跟着其他电子股去往上去做个走高的 所以如果从整个磐式加面架构来看 第一个就是原本的对方主流 没有在这个地方发挥它 这个吸引人气带动大盘的一个角色 然后全肢股这边其实也就是典放而已 偶尔拉一下 它并没有说每天都有这个比较积极的一个演出 那像昨天的记忆体也是开高之后就走低 所以现在的一个盘面架构 让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是属于比较偏打带跑的一个模式 所以在这样子架构之下 我才会维持我们在上个礼拜对于行情的一个定调 就是目前还是属于一个高档的一个区间 或者是箱形的一个震荡结构 好 我们先从这个大盘结构箱形结构来看 这个箱形结构 因为如果它是一个大盘箱形结构的话 那现在恐怕是在高点 因为我们如果把2月3月 整个的这个线形把它拉起来来看的话 其实你看到15300点到15900点 这个区间范围 那现在已经是在这个区间范围的上缘了 不是吗 有机会突破前高吗 好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的确这边是我个人认为这边是在指数的一个上缘 OK 那会不会再度突破前高 就变成第一个成交量的部分吗 因为越往上面走 卖压一定会越重 你要去吃掉上面的一个卖单 你就必须要更大的一个买单 去跟它做成交 所以成交量必须要越来越大 好 那如果成交量没有那么大的情况之下 你这边要往 硬要往上走 很可能就引发更重的卖压而已 所以我这边来讲我觉得指数的部分 的确是维持在我过去的一个乡型 或者高档震荡的一个结构 所以先看量 对量一定要有办法出来 那要多少量才够呢 如果说以前前一次的一个就是 高点 从高点或者是这个底量 那个所谓的一个攻击量的一个tempo来看 至少要到2100亿以上 我认为才是一个比较有像样攻击的一个 成交量的一个能量的水准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指数在高档也许它接近相顶 但是不代表个股没有机会做表现 这就是比较有趣的地方 就是我们看大凡是在相信整理 可是有些个股确实表现相当相当的一个活泼 像这两天也看到一些中小型的个股 也有出现比较亮丽引出的 包括像德宏 包括像是核振 当然其实这些个股有一些都是比较是属于转机或者是投机的 但是有些族群也相对比较强势 例如说记忆体 记忆体模组的部分 包括像是仪鼎 包括像是商城 那当然之前的微钢就有法然在做照顾了 那在这个美光它的股价上涨的情况之下 当然也带动了我们的南亚科跟华邦电影 缓不往上做电影道 那针对记忆体的部分 当然我们看法是跟之前没有相差太多 就是记忆体跟面板基本上都是有硬需求 都是有刚性需求的 他就是从你的从去年底开始讲 讲那个NB对不对 然后个人电脑 然后就一路的讲下来 就是NB的相关零组件 你都觉得其实有机会 库存消化完毕 然后有机会上涨一波 对 然后伺服器 其实它也是需要记忆体的 OK 所以其实它并不是说 完完全全就不太需要它 然后导致它整个业绩 但业绩下滑是事实 因为其实消费性的这部分 的确是有下滑 可是在伺服器的这部分 其实早就早就已经 他们在产业上面的一个比重 就有加速调整 因为我刚刚有个学生 他是在美光 跟我讲他们的公司的内部的方针 就是慢慢的淡化到 淡化就是3C的部分 然后把focus放在伺服器相关 OK 甚至包括像车用 他们也是需要在机体的部分 OK 所以我说它这个是硬需求 它是刚性需求 所以碰到这样子的一个产业 这样子的一个产品的特性 基本上我们就只是 去挑选一个比较好的timing 就是它最坏的时间 可能就差不多到这边 然后再要再坏的机会 可能也不一定会有 然后下半年如果有新的机种或出来 它的需求就会提高 那这样子它它的一个营收 就开始往上做走高 所以我觉得这种是属于 就是刚性需求的一些相关产业 我们的一个操作的一个逻辑跟思维 好 那么当然你刚刚提到就是说 你觉得 其实从去年的一直到现在 你看好的这一个族群 是因为你觉得它消化库存 其实已经到了一个差不多的一个成绩 然后呢 它的业绩表现 目前看到成绩都不会好 但是股价反而领先反应 那个从MB啦 一直到它的相关的这些族群 不管是面板 记忆体 这些其实都已经是 一两个月的时间了 对不对 是 好那但是呢 你刚刚提到了 就是说 在盘面结构上面 有一些原主流的题材 看到熄火 那我常常就要进一步去问 那这些熄火的题材 手上有的话该怎么办 而新主流啊 你看到说在电子当中呢 似乎是点放式的打带跑 那这样子的话 是否意味着操作策略上面 要注意哪些事情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节目先 欢迎大家回到 98新闻台财经起传 好 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鑫 在我们现场的是 中医财富分析师 曾为他也非常欢迎 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好刚刚为太提到说 那个区间范围 很难突破的原因 因为量出不来 所以他要往上攻坚 困难度很高 然后呢 市场上这些 人气聚集的主流股 最近又看到熄火 一个是餐饮 然后另外一个是军工 我就不免的 还是得要问 那手上有餐饮的 手上有军工的 该怎么办呢 其实我觉得 手上有餐饮的 比较麻烦 因为我们讲个 比较实在 就是他很久没有看到 餐饮业涨这么多 你说以八方云集来讲 从这个底点在 119块钱 最高涨到 261块钱 这其实是涨得 非常非常的多的 将近两倍 乘以2 120乘以2 大概就是240 所以差不多两倍多 所以其实这种涨幅 我觉得真的是 如果当时买到 低档的人 或中间才去 进去卡位的人 他们随便卖 随便都赚钱 OK 但是如果很不幸的 在3月初买的呢 2月底3月初 这就是我要讲 就是说 因为这些人 就之前买的人 这随便卖 随便都赚钱 所以其实能够卖的 筹码应该是买得多的 所以如果说 已经套在高档的话 第一个要有 如果你不愿意去做换股的话 你要在这边 就是持股做续报 那可能会报 比较久的一段时间 OK 这个是 这个是我的一个 这个看法 那个久是很久 蛮久的 因为其实 我们看到在高档 几次报大量 从2月份以来 就是在这个 过年之后 大家都在讲 餐饮会回来 会回来 那时候成交量 都报得很大 那报得很大 就代表说 这个筹码供应很多 而且现在我看到 这些大量 以目前的股价来看 很多都是被跌破的 OK 所以代表 其实上面有一些 所谓的套劳性的 一个卖压出来 那短线上 我觉得这边 其实说真的 它已经跌到了 就是可能 今年初的起涨区 短线上 我是不建议大家 去做杀低 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说 它有网上做反弹 以目前来讲 你说要反弹 要直接去越过 今年初的高点 我个人认为 机会有一点点低 所以这时候 就要去考虑说 那是不是 就我们找一些 其他的一个个股 来去做操作 对 那 跟着热门去操作 真的是要 手脚要快要小心 对啊 军工呢 军工的部分 当然我们之前 跟大家分享过 我个人是看好 军工长线的发展 可能三年 可能五年 那军工产业 有几个特色嘛 第一个就是 它进入门槛 它进入门槛 第二个是说 它的产品的毛利率 一般都比 一般消费性的产品 要来的高 再就是说 它的一个订单 它也是属于 长单的性质 供应商 供应链不太可能 每一季都去比价 都去砍价 不会的 所以它拥有这三个 比较重要的一个特质 所以一旦 它真的有接到订单 基本上它 未来的 一两年的订单 业绩应该是 无余的 OK 但是我要讲一个事情 就是说 你最近长得比较凶好的 例如说像这个 造船类 造船相关的一个个股 我们知道造船 从你下单到它交船 可能短则两年 长则可能三年到四年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 就是它在营收的认列上 它会有一个 蛮长的一个地盐的期间 从题材到你看到获利 其实时间太长了 对 对 所以在这种就是 我不需要讲到 它并不是没有获利 只是获利的数字 是在后面会出现 但是股价先涨 这可能就是资本市场 它有趣的地方 它会提前去实现 它的一个获利的一个数字 在资本市场 在股票市场上面 它会提前做实现 所以当 当我们在看出 这个股价 它已经反映了 它可能未来一两年的 一个获利水準的时候 这时候就可能 不要这么样 急切的去做个介入 对不对 因为你在 你等于是提前 帮人家实现 人家未来两年 要获利赚的钱 真的 这个是我们一般来讲 在资本市场 会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那其他的部分 例如说 大家常听到 所以这两大类要小心 对 对对 就像雷虎啊 什么 就是他们 我相信他们都有 都有这些机要订单 可是那机要订单 跟他实现获利 的这个时间差 可能股价已经先反映了 对 我觉得这个部分 大家要稍微的 去做个留意 好 那至于在 你刚刚提到的这一个 就是你长期看好的 不是长期看好的 应该是中短期看好的 NB 以及它相关零组件 这一部分的操作策略 你又应该怎么做呢 嗯 我想 不管是 过去所谓定主歌这一块 包括像 人保伟创 或音业达这些 我觉得现在的股价 讲到这边 我觉得 没有超额利润了 所以这边其实要去做 介入的话 我倒不是这么的建议 所以这个时候 你反而觉得 就持股虚报 或者是找个机会 去做一个 获利了结的一个动作 这样子 对 那他们其实 这种法人股很简单 你知道看到筹码 筹码的部分 看到法人开始出现 卖超 连续性的卖超 我觉得 就可以跟着去坐下车 那目前其实都没有 所以我才说 可以持股做虚报 但是空手的人 空手的人 可能会朝其他 比较没有 涨那么多的 零组件去做下手 那之前有提过散热 当然这个礼拜 也有涨了 对 散热过去 这两个礼拜 好像每个人 都会讲一两句 这样 对 对 对 好 然后 我比较观察到 去年跌得比较惨的 但今年有在这边 有有点谷底 翻阳的 例如说像宅板 我相信又很少人 在想到宅板了 已经有一阵子 大家都没有再提到宅板 对 我都还要再想一下 纹帽 全红啊 是不是 那个是 那个是公立放大器 也是 他也是有证 比较没有人提到的 纹帽全西红杰克 也是 你说宅板是 宅板是 新兴电啊 南电啊 景硕啊 这些 那这次宅板三雄 其实 只有两只比较突出 就是3037的 先兴电 跟8016的南电 对 这两档 各股是法轮友 在回头去做琢磨的 但是 景硕就稍微 比较少一点点 但我个人认为 这个也是跟他们 宅板的应用上面 有比较大的区别 OK 因为南电一个心理 他们比较 还是focus在 就是 就是 非手机相关的 宅板的使用 然后 景硕它是BT 它的使用 比较新 像于是 轻薄型的手机这一块 那消费性手机这一块 的需求 的确还没有看到 这可能要再下半年 所以在顺序上面来讲 反而可能就会去 拿捏 那我应该要先去 去做就是南电跟新兴电 这一种 这一种的 那也就看到像 3037新兴电 最近其实法人 尤其是投信的部分 有买的比较积极 回头去做买 差点比较积极 所以昨天其实 大盘没有特别的 特别的表现 但是新兴电 却有蛮不错的一个表现 OK 那在资产个股来讲 可能我觉得在 在这个今天 其实都还有可能 会有所谓的 投信的一个 做账的一个行情 就他在股价上 应该还是会往上做表现 那因为他又是最近 这一个月才开始买的 所以也应该不至于说 下一个礼拜 回来就把它卖掉 我觉得这个有点太短了 OK 但是有一些 投信持股 大量买进的时间点 比较是在三月下旬 对 对 他也不太可能 这一半买 然后下一半就直接买掉 对 那反而是一些 我认为说之前投信 已经买了比较久 买了比较多的 甚至持股比重比较高的 例如说像齐鸿 投信持股比例 超过18% 这其实有点高 但股价还涨上去了 那当然不代表说 他今天一定会跌 我是说在 结账完之后 做账做完之后 要小心就是 因为他持股塞太多了 会不会说 在下一个月份 会有一些调节的 卖压的产生 对 这个就是在 可能在三月份 营收出来的前后 法人基本上 都会去做一些review 然后把 比较不如预期的 去做一个调节 所以其实 你从一开始谈NB 然后到后面 你谈NB零主件 看来他都有轮动性 就是 就比如说你看 比如说 上个这两个礼拜 很红的 其实都是散热族群 但你觉得 其实现在也许 优先看载版 要比较好一点 对不对 这些就是轮动性 这样子 是 那你这里面的轮动性 要怎么去掌握呢 就是看 就是看法人资料吗 其实 投信法人的资料 他们比较 focus在产业面 像最近也可以观察到 散热涨一段之后 开始轮到电池 6121的心谱 连续拉出两根的 一个红K棒 6121 OK 那这种电池相关 其实也是相关重要的 零组件 那必须要用到的 那这个其实在过去 今年以来都没有什么长到 OK 像这种 这种股价 其实就相对比较 比较就是 有力皆是没有长到 昨天前天 刚刚突破 去年12月初的高点 对 像这种 我觉得也是零组件里面 比较没有 没有长到的一环 OK 再来就是说 可能像一些 PCB的一个部分 像2313的一个 这个华通 他们这些 也是刚刚才看到 法人回头买超的 华通 金项店都是 OK 这个个股 我觉得为结枪力偏低 大家可以稍微就留意 好 所以呢 原主流也许 要休息一下 那新的主流 也许正在 默默的耕耘当中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要非常谢谢 终于财富分析师 成为一泰尔 非常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